OdioJungle 阻碍台商春节回家 此言论竟遭到当局所谓党政人士的抨击 被质问为什么要为大陆代言 还被要求台商应该和当局站在一起 据联合报等媒体报道 台湾商总理事长赖正义 1月31日批评蔡当局 因M503航线分歧 让台商返乡受害 赖正义呼吁蔡英文把92共识 阐述得更为清楚 一打开两岸僵局 然而 有所谓的党政人士 对赖正义的言论表示不满 称习有预谋的为大陆代言 急于向北京表态小忠 党政人士旺称 赖正义身为台湾人 作为有影响力的台商 却如此发言 明显是为大陆代言 对于他的表现 何止遗憾而已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 还苦口婆心的劝说赖正义 台商应该与当局站在一起 不要让大陆片面决定两岸事务 共同应对大陆压迫 不要为短期的商业利益 就为大陆代言 这名党政人士甚至叫嚣 台当局才是台商的后盾 不要做出亲者痛 仇者快逼事情 这种措辞也让台网友哭笑不得 蔡当局损害了台商利益 还要求台商跟你站一条线 是要求人家被卖了 还帮你数钱吗 如果继续选民进 党的话 以后什么都断光光 还在那装飞行说大陆打压 毫无作为又片树一流 唬的都是民众 民进党欺压台商 大陆协助台商 民进党却呼吁台商 与台湾当局站在一起 共同反对大陆 水脑袋进水了 前国民党立位孙大千也在脸书贴本质问蔡当局 这么报效愚蠢又丢脸的自残策略 究竟是谁想出来的 孙大千称 蔡当局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政治责任 还无案无辜的返乡台商一个公道吗 当局仅能口头鼓励 一定东航与下航加班机的旅客 该搭别家航空公司的航班 或到其他城市转运 小三通也会全力输运 但如果订不到其他家航空公司的机票呢 原本可以轻松直航返乡的台商 现在被迫要经第三地转机 当局一句抱歉 或是辛苦了 都没有吗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直言 台当局此举十分愚蠢 在1月31日的国台办记者会上 马晓光表示 台湾当局不批准东航 下航的春节加班机申请 大陆将想方设法协助台商 台包返乡 对因此不能回家者 大陆也会善加照顾 让台包 台商在大陆过好年 他批评民进党当局 把两岸春节加班机 与启用M503 北上级连接线航线 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挂钩 不惜以台包台商做人质 对大陆航空公司进行报复 十分愚蠢 不得人心 如果台湾当局下一步主意 打向定期航班 破坏2007年以来两岸达成的 多项民航交流协议 将会是千古罪人 海外网洋家 海外网洋家